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韩诗外传》都是汉朝的书 说院书名可以翻译成 有政治教育意义的 充满正能量的历史故事汇编 编者流向式汉朝的宗室子弟 把皇帝当成目标读者 但显然没起到作用 因为王莽很快就成功篡位了 《韩诗外传》 书名可以翻译成 韩音学派的《诗经讲义翻外篇》 和他配套的原本还有一部 《韩诗内传》到宋朝就失传了 韩音是西汉中叶的人 在汉文帝时代做过博士官 汉朝传授诗经的 有三大官方学派 韩音学派就是其中之一 说院和《韩诗外传》 都记载有魏姬到了中山之后的经历 两个版本的内容基本一致 只在细节上有些出入 也许他们有同样的史料来源 也许流向超了韩音 接下来我会忽略 他们在细节上的分歧 结合这两个版本 谈谈事情的经过 话说魏姬来到中山国 一连三年 朝廷就没有派来过一名使者 魏姬身边有一位家臣 名叫赵仓棠 拿孝道来劝说魏姬 父亲可以忘记儿子 但儿子不该忘记父亲 就算您父亲不派人来 您也应该派人去 这话说到魏姬的心坎上了 魏姬回答说 我早就想派人去 只是一直没物色到合适的人选 赵仓棠说 我愿意去 您只要告诉我 您父亲都喜欢什么 魏姬说 他老人家爱吃野鸭子 还喜欢北方血统的猎犬 就这样 赵仓棠带着鸭子 牵着狗 给魏文侯送礼去了 在求见的时候 赵仓棠说话特别客气 这段话 执意过来就是 我是您小老婆生的孩子 魏姬派来的使者 不配在朝廷上 当着大臣们的面 被您接见 请允许我在您休息的时候 把鸭子送到您的厨房 把狗送给您的保洁员 这是上流社会标准的客气话 如果你也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就会习以为常 不觉得这种自贬有什么过分的 就像今天 还有少数社交场合 会用到犬子 见内这些牵称 谁也不会从字面理解成 狗儿子 家里那个贱货 赵仓棠的话 很得体 送的礼物呢 也算投魏文侯之所好 魏文侯非常的高兴 召见赵仓棠 闻他说 鸡还好吧 赵仓棠回答 原文是 唯唯 这话呢 没法翻译 因为他不表达任何意义 仅仅表示 听到了 大约相当于 嗯嗯 这个意思 上流社会的语言规范 有所谓 必胜唯诺 在音声的时候 唯和诺 虽然都可以表示 听到了 或者OK 但什么场合用唯 什么场合用诺 都有严格的规范 当赵仓棠自告奋勇 要给魏姬当使者 去见魏文侯的时候 魏姬的回答是 诺 诺的音量高 唯的音量低 两个人呢 如果身份相当 或者 某假的身份 高于某矣 可以用诺 相反的情况下呢 就只能用唯 如果一个人呢 只会 因声 从不发表意见 那就是唯唯诺诺 魏文侯的身份 比赵仓棠高得多 所以赵仓棠的音声 就是唯唯 但是 对于魏文侯的问题 赵仓棠指音声 并不正面回答 不论魏文侯 把问题重复几遍 赵仓棠啊 只是一个劲的 唯唯 魏文侯 大概着急了 问道 你怎么就不能 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呢 赵仓棠 当然有一番道理 你已经把太子 分封为中山国君了 如果还知乎他的名字 就不合礼数了 所以 您那么问的时候 我才不敢回答 魏文侯呢 赶紧改口 中山之君 还好吗 赵仓棠这才回答说 我出发的时候 他行了 很正式的送行礼仪 言下之意是 他好好的 活蹦乱跳的 魏文侯 又指了指身边的人 继续问道 中山之君 又长高了没有 你看看 和这里的哪个人 差不多高 赵仓棠答道 按照礼数 只有身份相当的人 才能笔量身高 赵仓棠的原话是 你人 必于其轮 这是很重要的 社交礼仪 《红楼梦》 有一个桥段 史湘云 心知口快的 说出来一个 唱戏的孩子 长得像林黛玉 慌得甲宝 连忙食眼色 这种礼仪规范的根源 就是人在心理上的 认知一致性 凡是我爱的 一定方方面面都好 凡是我恨的 一定方方面面都坏 一分为二的看问题 需要调动强悍的理性 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 魏文侯 没能 你人必于其轮 这倒很自然 毕竟在他心里 魏姬只是自己的孩子 但赵仓堂 处处严守礼数 魏文侯也只能 检讨自己的失言 赶紧改口 那就和我比吧 如果赵仓堂 真的拿魏姬和魏文侯 比身高 那就太直接了 贵族里 有一个普世法则 那就是 避免直接了当 必须多绕弯子 所以赵仓堂答道 您赐给他的衣服 都很合身 您赐给他的腰带 也不必调整尺寸 这就把高岸和胖硕 一起讲清楚了 魏文侯继续问道 你的国君 在学什么功课吗 赵仓堂答道 在学诗 魏文侯问 他喜欢哪些诗呢 重点来了 赵仓堂答道 他最喜欢 陈锋 和蜀梨 这两首诗 魏文侯 看起来很有文化素养 听赵仓堂一讲 就引诵起了 陈锋的内容 欲比陈锋 欲比北林 未见君子 忧心倾倾 如何如何 忘我诗多 这首诗 是秦国的诗 题目里的陈锋 并不是早晨的风 而是一种鸟的名字 诗人从陈锋鸟起兴 感叹自己 见不到想见的人 心里很难受 责怪对方 竟然想不起自己 好像不太对啊 魏文侯 吟诵到这里 显然感到 话里有话 问赵仓堂 你家国君 是不是埋怨我 嫌我 把他望在外面了 赵仓堂 提到这首诗 显然 就是要表达 这个意思 但话呢 还是不能明说 所以赵仓堂 狠合李树的 睁眼说瞎话 怎么敢埋怨您呢 我家国君啊 只是时常 记挂您罢了 好吧 这话就先当 真的听 魏文侯 放下陈锋 开始吟诵那首 鼠梨 鼻鼠梨里 鼻季之苗 行脉迷迷 忠心遥遥 知我者 为我心有 不知我者 为我何求 这几句诗 已经用不着翻译了 你也肯定能够体会得到 魏文侯的感受 果然 魏文侯说 你们国君 这不明白着 就是在埋怨我吗 赵仓堂 会怎么回答呢 我们下一讲再谈